歡迎大家收看AnyChannel的ACN集團 今天我們介紹什麼主題呢? CAM 大家好,今天有特別嘉賓,他今天會出現的 自稱為香港博多風龍,風龍王 黃先生提供了很厲害的 大家見到我們旁邊的麥克風牌 博多風龍的鑰匠,還是鑰匙扣? 黃先生 Hello,我是Chris,有什麼說 Chris Wong,大家好 博多風龍,聽說很好吃 其實真的很好吃 你是不是有無限的體育券可以送給大家? 有啊,有兩張,是不是有人想要? 有的話就歡迎留言 好 今天我們要改了一個節目的名字 終於正式 對了,正如葉阿元先生 對不起 正如Sam這樣說 我們來到第二集 我們首先暫定我們的節目名字 叫做 はash tag ⁣大ー国為藏 很厲害 不要緊啦 就對我們的推拼了 Crystele ¿Chris? marketsוט 沒錯,上集已是暫定 沒有的話,暫定也荒算 雖然不是密歎 先暫定,大局為重 既然大局為重,今天大家很關心的新聞 有一篇報道,正在研究一番賞的問題 相信大家經常抽一番賞,有抽過嗎? 當然有 其實香港在香港的一番賞是犯法的 我相信大家買的,玩家可能不太清楚 如果我們在業界勾勾了這麼久的人 日本當然是合法,但香港原來是犯法的 但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今天某份報紙做了專題 小弟也不知為何做了阿元,被受訪 我簡單講一下新聞內容 他就說在不少的動漫玩具店 或者文創展覽活動的參展攤位 有這個一番賞的抽獎活動 消費者可以用較低價錢博取較高價值的禮物 但是他就說本部記者發現 多間店舖未有新領任何牌照 而有關抽獎活動更加可能涉及非法賭博 而法律界人士還說 基本上這些所有抽獎或賭博的活動 都是受法例管制的 如果消費者參加了這些無牌的抽獎活動 隨時會不會發財 我會怎樣看 兩位 肥足你 有沒有買 一定有買過 怎麼會沒有 我說沒有多少騙禮 我在日本買 所以我沒事 合法 其實我也有買 但我全部都是爆箱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合法 合法當然是合法 你一箱買 我沒有抽過這個遊戲 你也沒有抽過 黃先生你爆過多少箱 不是很多 兩三箱 那真的不是很多 不是 有幾米 一箱是三千元 你覺得有多少 其實真的 因為我認識 應該KM也認識 我們的普通朋友 他是非常喜歡愛姐的朋友 中島外 他經常都會抽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日本的時候 他就會抽很多票 然後就說 你看不看 你說起那位是日本朋友 對 那位是日本朋友 他經常都配合三四個朋友 一起跟那些店舖 聊 我一箱買你 真的爆箱 那些就是分獎 分A相 B相 然後D相 就用來派街坊 撞卡片的派 我就分了幾箱 下次可以拿出來送給大家 都幾多 這樣買的話 在香港就合法了 但是 如果你說真的要這樣抽 其實他真的是抽獎 那 你說他是不是真的違法 他就真的違法 就是他版權上是合法 但是 你做抽這個行為 在香港是違法的 但是 話雖如此 就是看回今天的報道 那個記者就說 有些賣一番賞的店 都問過一些 應該是民政處 民政處 執法人員說 究竟是哪一條 好像說執法人員都不太清楚 他就說什麼呢 怎麼說呢 他原文說 有店舖負責人 坦誠 就沒有申請牌照 但是過去曾經有執法人員到場 巡查都沒有表明要領牌 這麼說 嗯 都沒有辦法的 其實我相關牌照的問題 所以我就此 打個電話 用了幾天時間 打個電話 很多個電話 就去協助民政司會署 就是我煩到民政司會署的牌子事務局 大家都認得我是什麼人 就是電話知道 又是葉山來 又是 真是做煩惠的 就是 因為我不是打他的查詢電話 我是找家庭的 然後找政府的電話簿 然後找政府的電話簿 他有了那個部門 牌照事務處 哪個遊戲機中心部門的牌照主任 有幾個牌照主任 我打他們牌照主任的電話 直接打到他們台頭 然後說 你好 是不是遊戲機中心牌照主任的中山 是啊 你好 有什麼幫到你 我姓葉的 然後他就說 嗯 關於這個問題 我有這樣的問題 你怎樣回答 然後結束 每一個牌照主任都會答我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也不能夠確實地回答你 究竟是不是犯法 因為他說 我們沒有權利去執法 因為執法是警察執法 對 因為他都說明他們只是發牌的機構 但他們發牌的機構 理論上有一個guide line 只不過他們只會是一個guide line 就是告訴你 嗯 如果是這個 這個叫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 這是第一種牌照 我們經常都聽到的 他就說 這種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 那個獎品價值 有一個上限 最大的限制就是 有抽獎的活動 就是這個牌照 所包含的抽獎活動 是不能夠收錢的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其實所有要收錢的抽獎活動 全部都知道 即是一番賞 一定就不掉了 對 一番賞抽一次50元 哈哈 但是 人們就會說 喂 你有扭彈機的嘛 扭彈機也十幾二十三十元 甚至五十元 扭一次彈也有 那些拿什麼牌照 那些是拿另一種牌照 那些真的有牌照 那些就叫做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嘩 這個真的很少聽 但是其實 所有扭彈機 那些商場扭彈機 那些全部都會拿 包括你姐妹的扭彈機 其實都有拿 但有問題 其實這番牌照 除了扭彈機之後 有沒有涵括到 什麼情況的東西呢 什麼情況的東西 他沒有說 他這個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他就很兇犯 他就是這樣 兇犯 但是他有個規定 他的規定就是 你每一次的抽獎 每一次的遊戲 是五元以下 參加費用是五元以下 他這個規定是這麼寫的 這樣扭彈機其實是過硬的 五元以下 十年前都已經 五元扭彈十幾年前的 我們是集體回憶來的 所以我自己也有質疑 我問他的時候 其實有些扭彈也十幾二十元 那會不會通過呢 我們是個案子的 如果你有去申請的話 你也要把其他資料給我們 然後讓我們去看 然後大家都很關注 即是沒有人有其他資料 就不看 沒有人有其他資料 就不知道 大家都明白 不知道的話 他就會說 你犯法 為什麼 因為你真的有賭博條例寫到明 賭博條例寫到明 你有一個抽獎的物體 其實就是包了獎券的部分 那你就包了獎券的部分 但是獎券其實 全香港沒有多少機構可以合法獎券 其中一個是馬會 另外就是慈善團體 這個校長做過什麼 東華三縣 東華三縣也是 愛心券 那些 即是街頭有閒無事 像阿婆 無緣無故 小朋友想買一張券 其實都是 那些都是 那些是可以去拿牌 是可以有獎券牌去拿的 但是拿獎券牌 裡面就沒有寫明 一定是要慈善團體 但是呢 他們的守則上面 即是他們自己內部的經驗 他們就跟我們說 一般來說都是 給慈善團體 即是有IR88 我們叫做俗稱 通常都是有慈善團體的人才會去申請 一般人不會有慈善團體 那些人不會有慈善團體 申請不到的 其實我也會問一下 但是 其實最好笑的就是 你看回整條賭博條例 他講得明 獎券 他的情況有定義 獎券裡面包含抽獎 如果你在POP史上面 在宣傳品上面寫出抽獎 分分鐘就掉進獎券 而獎券是要拿牌 但他又不會給你那個牌 其實問題是 你推廣生意競賽牌照 和獎券牌照 其實兩個是重疊了 某個程度上 有一點點不同 推廣生意競賽牌照 他純粹給商業機構 為了作出推廣生意的活動 簡單來說是增加人的吸引 吸引籃眼球 所謂的有抽獎 你推廣生意 推廣生意 可能是偉康搞草印花 或者是草印花 或者是他搞個比賽 然後就說這個 那個叫目的 笨牌比賽 有多少張印花就可以抽 抽ABC 你也要買 你只要買了東西才是草印花 然後就去抽獎 即是抽獎過程 是你不需要付錢的 是的 重點是你抽過 有沒有成本去抽 不是你有沒有成本去抽 而是你需要不需要 為了去參與這支抽獎 而直接付出金錢 以法律上的定義來說就是這樣 當然是直接 當然我不是一個 有受過法律訓練的人 我也不是執業律師 我說的東西 就不能夠成為情堂證供 也不是法律意見 純屬參考 純屬參考 純屬要戴頭盔 我一定要 但事實上 他真的是這樣 如果你照字面解讀這些東西 而我問他們的官 他們答出來的答案就是 其實 如果 你那個抽獎 你是沒有金錢上的 參加費的話 你是可以申請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 假若 如果你說一番想要在香港合法地買的話 沒問題 那個人去購買 你這個商店裡面的商品 明買明賣一件事 明買明賣一件事 可能是一堆東西 可能是你買十匹卡 然後送你十個印花 然後你憑印花 憑多少印花就可以去抽 去參與這個抽獎多少次 那你就可以拿這個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 那你就可以拿 你就可以拿 你就可以拿 去拿這個牌照 避過你跌入法網 這件事 如果聽你這樣說 是不是可以這樣參考 就當是參考衛康 參考白街 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就可以了 但問題在你這樣做 其實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 最麻煩的就是一件事 它有一個限制 就是說 你每一次抽完之後 你那個結果 你是需要公開公佈 在政府認可的報章上面 是一份中文一份英文 即是你要登星到 我們這樣說 登星到登standard 或者登東方登南華早報 政府認可的報章上面 它一定是說明的 你每一次抽獎都是 即是就這樣登在網上 這個頻道就不行 應該是不行 因為它也是那個法例 寫到明的 如果你是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 這個牌照的話 就一定是這樣 而獎券條例 去抽完獎之後 都一樣要這樣登 總之你拿牌照 你就要預約一筆錢 去登報章 當然 好像沒有記錯 是有得談 你要個別的計劃 抽獎的人士 要跟政府去談 究竟我需要做這件事 還有你又要在當眼處 展示你的牌照編號 是 這個是很準確的限制 所以你說門檻高不高 很高 很高 高到說髒話 很麻煩 其實很多店舖 沒有可能會為了買一箱 一班照片去做這麼多 你根本上是回收不到 你根本上是扔出來的成本 還有你回收回來的收入 其實是不多 你一番照片有多少個獎 一番照片 幾十個 四十個 四十個吧 我當你五萬元一次 四五中二十都是二萬元而已 你的牌照也不是便宜 你的牌照也不是便宜 你還要登報紙 你還要登報紙 是不是 登報紙才會用 登報紙才會便宜 對 登報紙才會便宜 因為他從來沒有說過你要登什麼白眼東西 有些小小的角落扣 有些很小的精分那些位置都沒有問題 是的 可以的 你要放到上去 他有限制的 報紙也有說 報紙都會給報紙出版 報紙的伴媒都會提供你 我們一般就是這個套餐的價錢 但一定不會便宜 很麻煩 我先不說便宜便宜 小本經營例如說 假如一次這樣 真是得不償失 而且主要是 那個牌照 你每一次開新的一番照 都要重新做 是的 你不是說你 做完一個牌照 你就可以無限無限抽 你其他套餐的一番照 很簡單 你剛剛開完套餐的 然後下次你開套餐 你想開套餐 你開套餐 你開套餐 你就要有兩個牌照 有更多的報紙 因為你是兩個抽獎 兩個不同的活動 我們要用這樣的定義來做 所以 推廣生意競賽牌照 我會有這個牌照 大家可以申請 沒錯 我們想到 現在構思到一個新的方法 原來大家可以在店鋪 明晚的時間買了一堆東西 然後就儲存 這個 儲存印花 然後用這個印花來抽獎 這樣抽獎的話 就可以用來申請推廣生意競賽牌照 這樣才可以申請 用這樣的形式 才可以推廣生意競賽牌照 你變成那個東西 就不是用來賺錢 其實真的是本末倒置 但是 你說政府為什麼不可以像日本那樣 為什麼不可以像日本那樣 好像一番想又合法 又可以做這些小規模的抽獎 我又覺得 政府可以檢討一下 但是 其實它也是一個賭博成份 要是去賭博去抽獎 其實說到骨子女 其實它也是想用 用回剛才的例子 50元抽一次 但是ABCD照片 各有價值不同 很明顯就是A照片 一定是不止50元的價值 先說 理論上它們全部的價值是一樣的 這個很重要 理論上 但實際上它們不是 例如你上來抽YES卡 8卡和閃卡都不同 但你沒得說 一用上理來計 市價標一個Figure是600元 市價標一個Folder是50元 市價標一個毛巾 我給你200元 然後你三樣東西 都放在同一個獎 別人給50元就可以抽走 如果你說三條毛巾不同款 三條毛巾的價值都是50元 都可能是100元 然後你平均被人抽 按照常理來計 它是同一個價值 但你明明三樣東西是不同的 而外面的市價 是19600元 19200元 1950元 然後你跟我說 這裡全部都是價值一樣的 即是你要拿這個理由 給我觀解釋 而那個官員信不信你 是另一回事 再加上現在不是發牌給你 那個官員信不信你 而是你拿到法庭 大老爺信不信你 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即是 我跟這些官員 牌照主任去談的時候 深入了一個結論 就是他們 都是告訴你 我們是不能夠作任何決定的 在這方面 但明明是你們發牌的 我沒有問號 這些都算 但他們就會說 他們是給我一個建議 你可以去徵詢法律意見 謝謝你 他真的是這樣說 你可以徵詢法律意見 好了 最後 記者就幫我們徵詢法律意見 就是犯法的 如果他純粹給50萬元 去抽這張卡 那一定是犯法 你沒有拿牌照一定是犯法 這些就真的不能走 但是會有人問 你剛才提過扭蛋機那些 都有牌照拿 那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那拿那個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 5元一次 5元一次 即是你在說抽的過程 只可以5元一次 對 而且獎品價值不能高過300元 獎品價值是否有限制 又不可以你演繹還是怎樣 簡單來說 如果外面賣600元 你跟官員說是300元 你的官員信不信你 又是這樣 也是這個問題 有人會說 外面有美國冒險樂園 然後有AIA的嘉年華 外面都有這些遊戲 他們有沒有拿牌照 即是所謂的hashtag 這個賭灰 是不是賭灰他 但問題是 除了我告訴你他們有拿牌 第一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他們要拿這個牌照的時候 官員跟我說 他們就說 我們會跟食環署聯絡 我們會問食環署 究竟那個地方 那個活動 有沒有申請公共娛樂場所牌照 就是大家都 又燒進去 近期非常熟悉的 公共中眾娛樂場所牌照 或者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即是HA拿不到那個 又或者是某個同仁活動聲稱他們自己拿那個 某個聲稱核彈 某個聲稱核彈 又或者是某個年12月尾 沒有拿到那個牌照 那個演唱會沒有拿到那個牌照 有個很大顆星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拿到什麼牌照 所以就搞不到 又或者是去年3月份 有個香港某大明星 就因為消防問題拿不到那個牌照 都是那個牌照 都是那個牌照 都是公共娛樂場所牌照 這個牌照其實很麻煩 不過他拿了這個牌照 這個牌照的要求又不一樣 這個牌照是要另外申請 另外跟食環署申請 另外跟食環署申請完之後 你要去跟消防署給錢 給了一張消防署 叫消防署過來看你的牌照 然後消防署申請給你 即是你已經給了一筆錢 兩千人左右 然後你就要去食環署再給錢 這樣有兩千人左右 對 兩三千人左右 但是有些步驟的 你又要前科 然後如果你的建構物 有建構物高過五米 又要取消防署報告等等 很麻煩的 是有一個行政要求 但是如果你說是參展 又或者是去搞一個展覽 一定會有 如果你是店舖的話 通常都沒有 美國冒險樂園那些為什麼有呢 因為那些是申請了 遊樂場 他們申請了另外一隻牌照 那些叫遊戲機中心牌照 機舖也是這隻 他們申請了這隻牌照 他們就可以還這些遊戲 他們就可以做這些遊戲 不過現在說起機舖的話 現在機舖就推銀機 類似輪盤那些 就一定走不走 其實那類已經非常貼近賭博 已經包含了遊戲機中心的牌照 他們不是用錢來做這個遊戲的成份 那些是代幣 代幣 代幣是變不到錢的 其實很多機舖 例如伯伯和金貨 都寫到你 這些錢 只能在這間機舖裡玩 玩完就可以拿走 不可以換禮物 不可以換回現金 這樣就有些問題 有些什麼問題 用回《冒險樂園》做例子 玩完之後出票 那些票都是換禮物 所以他們申請完這個遊戲機中心牌照之後 他們會申請這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有獎娛樂牌照 就像你AIA的嘉年華 丟完球 拿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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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個大公仔 那些就是一次參加費5元以下 每個獎品的價值不能高過300元 一個公仔不會高過300元 因為全部都是棉水 那個價值 除非你說 那個版權費很貴 媽媽要我給300元去買那個版權 這樣就另計 你一樣可以自己打個價錢出來 那些全部都是棉 老爺就會信納你 大老爺就會信納你 那個公仔的價值低過300元 說到底也是那個官信不信 那個官信不信你 因為我們在香港行普通法法制 你失敗過一次 你就有個個案件 大家就看過這個案件 做人 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 你說外面那些AIA 冒險樂園那些有沒有拿了牌 我告訴你他們有拿了牌 你上網搜尋一下 這個遊戲機中心牌照 那些 其實它有列印的 即是你 無論是食環的公共娛樂場所牌照 你HAD 這個遊戲機中心牌照 其實它真的有列印的 是公佈出來給你聽 這個場是有拿到娛樂牌 它有拿的 對 而他們真的會拿的 因為他們不拿的話 他們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說那些店舖 如果他們做一番照 他們可不可以拿這個牌照 然後就做這個遊戲機中心 即是做一番照的抽獎 好像又不行 又不行 首先你要拿公共娛樂場所牌照 你拿公共娛樂場所牌照 你拿公共娛樂場所牌照 多數都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公共娛樂場所牌照 它要求你走火 你那個空間裡面 同一時間容納多少人 有沒有危險的建構物 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普通店舖一定不行 包括HA 普通店舖都拿不到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說 因為要用這個牌照 所以才可以拿到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也不會是各位想買一番照的店舖 去想到的方法 所以我們經常想很久 我就花了些時間去想 究竟有什麼牌照 是適合想買一番照的人去買的呢 其實在香港現行的法例裡面是沒有的 除非大家真的用那個方法 就是剛才所說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代幣或者草印花的方式 然後去申請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這樣就不常失 會長大個像婆 所以我們都覺得是需要討論的 再加上其實政府在講這條法例的方面 也都不是很清晰 他也都沒有好好描述 究竟這件事是否合時宜 而這條賭博條例也好 掌見條例也好 其實都很久沒有意見過 其實都很明顯需要更新的 對 還有你說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阻礙到其他店舖做生意也好 又或者是在活動裡面擺展 會不會是一個不小心 做了一些促少活動 就已經令到自己不斷發網呢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我們大家都應該去研討一下 不過說起這件事 剛才提到扭彈機這件事 好像性質跟一番相片有少少不同 因為你始終一番相片 或者這樣說 跟抽獎的形式好像有點不同 扭彈機你進入銀子 然後扭出來都是各個尺寸的波 只是裡面的那顆膠 不同款 這件事其實會不會在性質上有些不同呢 所以它就是需要拿這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就是抽款來說都是這個牌照 其實它是有的 以前在立法會2008年的時候 我沒有記錯 大家如果上網搜尋 在2008年的時候 立法會是有類似的討論出現過 亦都是有相關的文件出來的 而那時候得出來的結論是 大家最好去拿牌 這隻牌是有的 大家拿不拿就大家自己決定了 我沒有記錯 我忘記了立法會還是食環那些會 因為剛才就這樣照聽 一直討論的是一番相的問題 一番相 你ABC相 你那件貨的性質都不同 比如剛才說的模型 毛巾、筆記錄 三樣不同的東西 但譬如是扭蛋的、扭卡的 扭出來都是那個尺寸的膠 扭出來都是那張卡 但只是那塊膠和那張卡的內容不同 都會中招 中招的 有人就會說不會中招的 但也有官跟我們說要拿的 然後我們就會說 但一條例這樣寫 如果我照常理 很合理 你也是肥竹襟章 KM襟章 老爺襟章 三個襟章 放在一起 好像賭米一樣 每個襟章都是五元 然後我們就封了一個款 不讓你選擇 想方便大家去買 拿完放下五元便離開 拿完放下五元便離開 其實只是一個純粹的商業交易 那是不是不應該這樣計算呢 你可以這樣爭論 也可以這樣想 我也覺得這樣說得通 但是官是否這樣想 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最後 我們每次跟他們爭論 跟牌子主任 那些官的問題 爭論 最後都是說 你們可以去尋求一下法律的意見 他都是給我們這些 所以有時候我也覺得很沮喪 究竟政府有沒有一個很純粹的答案 我們可以怎樣去追蹤 又或者如果這樣做的話 其實坊間有很多 Facebook抽獎 那些傳聞 雖然他們的Facebook抽獎 他們很聰明 就是TVB會應通電話遊戲 打完電話之後 他都緊問一下這條簡單的問題 你現在看什麼節目 大台 對 你現在看哪個台 這樣 他說大台 恭喜你 你答對的問題 你可以得到 這樣就是一個有獎 就是這樣你變成一個遊戲 你就是有一個Skill的問題 涉及技術的 對 如果他都說得明白 他那隻牌照是說得明白 就是那個有獎 魚流的牌照 他都說得明白 是這個需要大家的遊戲 是有Skills and Chance Combination Game 很複雜 很複雜 你是要有Skills 又有Chance 有兩個混合在一起的遊戲 才可以去拿這個牌照 所以如果你純粹是By Chance的話 你就是靠股 或者是買一張獎券 或者是抽個卡 這樣就未必是 但如果你說會扭蛋 扭遊戲卡 那你有扭這個技術嗎 他就可以這樣說 扭也可以扭做技術 他說是一個Skills 我想起以前小時候的扭卡機 喜歡塞子 是不是有Skills 對 塞兩個5元 不是5號支 進去拿卡 用電筒 用電筒 YES卡 我們這個世代 關你什麼事 我也是有YES卡 我也是有 那些店鋪 可不可以這樣做 或者是其他抽獎 流冷機 我當是同仁檔 其實很多同仁檔 現在都很流行 用抽獎來玩 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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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福袋 類似 類似 因為你現在 很多 總之就是你要的東西 包著的 你不知道的 到你打開 買完打開才知道是什麼 那些 很多玩法 我唯有 我也不想用這個答案 但是我現在 現階段可以給到的答案 就是你可以徵詢法律意見 因為 最後就是我們問了那個官 出來的官的答案 就是叫我們徵詢法律意見 而法律意見就是 告訴你 那些很有可能會出事 雖然也有人徵詢法律意見 告訴我 這件事不會出事 而法律觀點問題 最後就是 如果是犯了事 如果是被人拘捕 被人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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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被人拘捕 然後被人拘捕 然後就上庭見官 那官決定 你這個情況 我正常說是自由多福 到時候 所以 在我自己的角度來說 我們已經盡了責任 如果展方的位 已經盡了責任 提醒你 這個法例是這樣的 如果是 因而犯了法的話 你那個 法律意見 因為你需要徵詢 這件事 不想說這句話 就是各下要自己負責 但其實大家也需要想清楚 其實做這件事 暫時來說是有風險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政府是有責任 告訴大家 怎樣做才對 又或者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申請一張牌照 去包含這件事 或者去改改那個牌照 發行牌照的方法 或者是發行牌照的條件 又或者是因時制宜 就把牌照的限制 每次五元 封頂三百元 這些明顯不合時宜的條例 通脹動作加了幾百 十多年前就說五元 你現在衝街 你見一下扭蛋機 全那一部都過了十元 油價都升了好多 這件事我覺得 政府絕對有責任 所以各位聽眾 如果大家聽完這集節目 有什麼意見 都歡迎留言 去討論一下 我們可以看看 怎樣去討論一下 這個抽獎的問題 我想坊間越多討論 相信對政府來說 都是一些誘因 令到他們加速研究一下 這個法律的修改 條例的修改 先戴個頭盔 我們現在不是說參選的問題 戴個頭盔 先戴個頭盔 今天只是討論一下 一番想 但其實整條法例 都是需要去改動的 我自己覺得 也是需要坊間 去給多點討論 而政府也應該 清理清楚 不要只是經常說 要依法治港 要嚴厲則法 但問題是當你的法 都不清楚的時候 你市民不能跟從的時候 叫我們市民如何去守法 這件事是 對呀,師傅 對呀 肥仔有什麼意見? 對呀 大家 都要徵討一下法律的意見 我們今天的結論也是 大國為眾 大國為眾 搞得好像很保皇 但其實真的 我們覺得這個法例真的要討論 對呀 我想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 對呀 對呀 正如剛才阿元那樣說 抱歉 抱歉 我要解釋一下 那天做訪問的時候 我是背部痛的 我背部痛到一個點 我是起不了身 我是浪費了半個小時 才從床邊爬到去 爬到上來 站得到起來 然後換件衣服 然後就進去做訪問 所以就整個阿元那樣 你試一下腰背部痛 看看你會不會 我現在本身已經殺藥藥 八粒飛� 多謝殺藥藥的解釋 多謝Piece4 正如剛才所說 希望大家對於這條條例 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討論 越多討論 多些人關注 應該會推動到法例的 修改或是檢討 沒錯 沒錯 那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都搞完了 我們已經圈得爆 沒錯 那我們下集大谷慧中 多謝大家 好 拜拜